早上好 我是嘉旋 欢迎收看10月4号的百隔城报 我们再次看到前首相夫人罗斯玛脸部特写照 占据了今天各家早报的头版 因为罗斯玛就在刚刚早上被带上吉隆坡地庭 面对洗黑钱控撞 而新台侠时报和前锋报纷纷预计至一次 罗斯玛很有可能会面对多达15到17项的控撞 每日新闻头版大标题凸显了昨天早上到反贪会报到的罗斯玛 一直都被扣押在反贪会的扣留所过夜 直到今天早上才直接被带上法庭 新报头版在设计上采用了垂着头的纳吉夫妇 双双面对面看着低处 大标题写道 两人今天都会在法庭 而中国报头版则给了昨天晚上轰弄全国的悲剧 有6名消账人员逆毙殉职 穿着救生衣 戴上救生圈 绳索 手电筒 尽管准备妥当 但依旧抵不过无常 昨天约5点20分 赛城消整局接获投报说 有一名17岁的马来男同学 与两名友人到雪州赛城 布特拉伯旦纳的一个废矿湖钓鱼 但不慎失足 掉进了湖里失踪 接到消息之后 有关当局立即安排消整队伍赶抵现场 展开搜救行动 从影变充 我们可以看到6名消整人员 在下水之前用绳子相互绑在身上 一开始水流速度还可以应付 但突如其来的激流渗窝 突破头顶 将它们卷入水底 让在场所有人看着着急 而雪邦警局主任 阿多阿兹阿里事后透露 事发当时在岸上的同僚 有试图用力拉绳索 但由于水流太急促 拯救失败 disebabkan oleh arus deras ni lebih kurang setengah jam dia perlukan untuk tarik dia keluar dan selepas itu bila berjaya menarik keluar selepas setengah jam tu selang lebih kurang setengah minit lah 30 saat satu-satu mangsa pasal antara satu bomba dengan satu bomba ni diikat dengan tali dia punya prosedur menjalamat jadi dia dah dapat tarik 6 orang ni bawah ke tepi paramedic kebetulan memang ada di situ jadi paramedic cuba mengambil tindakan untuk menjalamatkan kita akan menjalankan kita akan menjalankan lebih kurang setengah jam dan kita dapat tarik kita akan menjalankan dan kita akan menjalankan dan kita akan menjalankan dan kita akan menjalankan 6名溺斑驯止的小整人员 其中 2人来自沙亚南分局 另外 4人则是来自巴生港口分局 遗体全被送入沙灯医院 进行剖验 至于 17岁溺斑亲眼的遗体 至今还没有被巡获 小整人员也还在积极搜救当中 防务及地方政府部长 组莱达和乌拉港中议员 王施奇也在昨天晚上 到医院慰问受害者家属 大马消防和拯救局事后说 这是当局有史以来 首次发生那么多名 小整人员集体 殉职的事件 新闻的最后 就让我们一同向这些英雄们致敬 也愿逝者安息 生者坚强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